上一集我们来到灵气汇集的韩西尼之后 带着满满的真能量 我们接着进行之后的梅山及竹崎之旅 还没看过韩西尼影片的朋友 欢迎回到上集收看哦 我们接着来到同样位于太和村的这片美丽茶园 继续探索梅山 望着满山碧绿的茶园 搓饮一杯清香的乌龙 忽远处的芬起湖也很适合排进一日的行程 看遍疗愈的美景 吃遍在地的美食 生活中的小小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那就跟着米飞的视野 开始今天的旅程吧 大家好 欢迎收看米飞看世界 我们今天来到嘉义梅山的太和 要来走一条我上网了好久的一条步道 叫做花石溪步道 那这条步道呢因为啊 它就是以它的整个茶园的美景着称 而且看过去是一望无际的山谷 非常的漂亮哦 那这里早期呢因为盛场张木 所以呢也有一个别称叫做张树湖 那我们就出发吧 在开始走步道之前 我想先介绍这家吃茶店 它有一个很有事意的名字 叫物理村 位置就在169公路的旁边 我们现在呢 在位于花石溪步道不远处的 叫做物理村吃茶会所 那这间呢 它是一间品茶的茶店 但是它也有卖一些餐食 都是茶食相关的 比如说乌龙茶面啊 然后红茶厚片等等 那也有提供一些乌龙茶品 那在这边呢 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先定位 可以定到户外的座位的话呢 会是最好的因为你看 它可以面对后面这一整片的茶园 面对的茶园来喝茶 这种感觉还蛮惬意的 它的茶食品的部分 我觉得是还不错 它的乌龙茶面的部分呢 也还蛮香的 然后茶的部分呢 选择也蛮多的这样子 所以这一间呢 要来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先定位哦 这个呢 是他们这边招牌的红茶厚片 那我今天点了两个口味 一个是花生 一个是奶酥 然后口味都蛮不错的 我刚吃了那个花生的部分 后面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看它的 横切面 它这个是真的用红茶去做的 厚片哦 然后它的面包体也很软 很柔软 带着一点奶香 而且吃得到红茶的香味 这个是我觉得可以特别去推荐它的地方 也是它的一个特色 很有水准 它茶好喝吗 好喝 它的茶 好特别哦 它怎么用一个碗给你看 用一个碗 我刚看到以为它上错了 这个叫张树湖乌龙 它是一碗一碗的 然后可以回冲 那它的乌龙茶选择很多 我刚看到有奶香乌龙 青香乌龙 然后这是他们特产的 张树湖乌龙 它的茶的口味还蛮清甜的 我觉得蛮好的 然后尤其是可以对着这一片茶 圆和茶真的感觉好惬意哦 所以这边呢 我真的是非常的推荐 我建议的这里哦 可以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对而且这边蛮安静的哦 就是坐户外的话 因为它户内 室内的空间比较小 但它户外的空间 谢谢 它户外的空间还蛮宁静的 这旁边就是一条公路 那没有车经过的时候 坐在这边发呆 真的可以发呆一个小时 还不错 而且这个气候来这里很好 很刚好 如果夏天可能就真的很热 夏天喔 整座里面 对 夏天整座里面 那这个季节 春节期间来这里 像上现在的温度 它显示是12度 但体感温度应该太阳挺大的 因为今天有阳光 应该有18 9度的感觉 现在要去下面的 花石溪步道 花石溪步道 对 然后它有一个叫龙载尾步道 其实是同一个位置 然后这边呢 就是走下来 它就是一整片的茶园 还有讲这里 泰河象山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这前面这一个像是一个大象的形状吗 这一座山 你有看得出来它的像头是在什么地方吗 这个像 对 然后鼻子就是在茶园的这一片 这个有像 对 有一点像 这个叫泰河象山 它说泰河是眉山最偏远的村落 可是也是最富庶的部落 那我们刚刚去的那一个 寒尼西它也是在泰河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一整天 其实都是在泰河的境内 那以往呢 我们去眉山大部分都是去 太平天梯或是太平老街那一带 那这一面比较少过来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改走 今天这个路线 没想到这边也是别有洞天 好美哦 这边的茶园 搭配这边山谷的景观 你看这边的茶园 这条这条步道又叫龙仔尾步道 然后它一路通啊 可以通到最下面的那个大佳东树 在这边呢 它是一整片的哦 一整片的那个茶山 茶园不是只有一小个区块 那它是呈现一个梯田状 旁边呢搭配的这远方的山谷 然后这边气候好的时候啊 还可以看到云海哦 花石溪龙仔尾步道 海拔约一千三百公尺 全长不到八百公尺 是一条轻松行走 就能拍到大景的步道 从步道北路口往下走 一路是缓缓的下坡路 步道沿着整片山坡的茶园而建 远方是层层叠叠的 壮阔山谷景观 走在一望无际的茶田里 仿佛之深云雾之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凉亭 花石溪步道的观景台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好可爱的藏宝箱 里面会有一些遗失物 他说想要宝藏吗 都藏在里面了 还不错呢 他还会帮你把遗失物收在这边 很有趣 接下来我们是要往这里走下去是吗 对啊 就是拍照这个点而已 这里是很多IG每拍的一个点 然后大家都在这边排队等拍照 这里下去是那个大家东树 但是呢 上来的时候会一直都在爬坡 可能会有点软脚 你知道这个一根铁轨四方形的 的轨道是做什么的吗 做什么的 你不觉得这里有一根东西吗 灌溉吗 蛤 是灌溉用的吗 你也太小看茶笼了 不然他要干嘛 运输是不是 运输的轨道车 就单轨而已喔 对 上下运输的轨道车 你看他下面是做齿轮的 他全踩完直接这样送 对耶 要不然踩完这么重 他要怎么弄上来啊 下面这里是有齿轮的 有没有看到 不然你说他在灌溉 长知识了 他在一些比如说他需要采收的时候啊 或者是一些想要撒肥啊 灌溉一些的一些荣耀的时候 好聪明喔 他这个坐得很陡耶 他就这样子把它送上来耶 采收的时候就是这样 很聪明 这条花石溪步道呢 建议至少可以排两个小时左右 你可以慢慢的在这条步道 慢慢的散步 然后跟拍照 如果你体力可以的话 可以走到下面的大加东树那地方 不过上来啊 可能就是一路要爬坡上来咯 那这个就是花石溪步道 那接着我们就要往下一个景点出发咯 我们下一个景点要去奋骑湖老街 前面那里是奋骑湖火车站耶 对啊 看起来像是那个月台 对啊 后车月台 对后车月台 它也是一个历史有久的火车站 这是奋骑湖站的三部地图 围绕着奋骑湖老街 跟奋骑湖站的周遭 全部都是森林步道 那这里搭台湾好行 也可以抵达 我们来看看老街有什么 第一次来 这里是奋骑湖老街 然后我们之前没有来过这边 你知道为什么奋骑湖啊 它其实不是一个湖你知道吗 是哦 它是因为它的那个那块地 这块地长得很像一个本鸡 所以人家讲本鸡湖 讲久了就把它翻译成国语 就变奋骑湖 所以本来我们本鸡湖 原来是这样啊 本鸡湖 那我们都以为它是一个湖 我以为它是这个湖 它就是一块平地这样子而已 所以在地形像一个本鸡一样 对 本鸡的国语叫什么 本鸡啊 本鸡吗 本鸡啊 本鸡蝎 这间叫现烤快木甜甜圈 然后是奋骑湖里面蛮知名的一家甜甜圈 来奋骑湖大家都会来排队买 我刚刚在路上看到好多人 每个人都提了好几盒 所以我们也跟着人家来排队来吃吃看 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 看棒做的不怎么明显 很容易就找不到 它刚好是在那个奋骑湖大饭店的旁边 看不出来它是排队店 然后隔壁是一间脚底案 我说看不出来它是一家排队店 对啊 排好久喔 排了大概20分钟吧 20多分钟 然后这个是烤的甜甜圈 烤的感觉比较没有这么油 可是我刚刚在那边闻到的味道 好像我们那时候去那个 三峡金牛角的那个味道 差不多味道 就觉得好熟悉 来吃吃看喔 它就长这样子的纹理 一个是大概这么大 这么大 它其实看起来好像是脆的 脆皮的感觉 小小的不大 然后一个是多少 30块吗 一个是30块 来吃吃看 嗯 很脆欸 有包线吗 没有包线 它是有点像是我们传统那种 甜甜圈炸的口感 但是它 它没有炸的这么油 然后中间还蛮松软的 中间是咬起来感觉是蛮松的 还不错 我觉得不错 因为我刚一直闻到 那个三峡金牛角的味道 我还以为是那种 会比较奶油味很重的那种 但是吃起来还好 不会觉得很负担 然后一点点甜味 不会很甜 我试试看 蛮好吃的喔 那一盒是10个 我买这一盒 330块 因为风糖口味的是40块 我想说人家买那么多怎么吃 其实还好吃一个不会腻 没那么负担 对没那么负担的感觉 因为一般甜甜圈 还是金牛角都蛮油的 但我觉得它还好 这个不错 这个推 下一站喔 今天已经4点多了 人潮还是好满喔 我想先去买一个爱玉 这边这里 这里就有那个第一名爱玉 可以啊 那就追加了 三粉圆树番茄汁 手工爱玉 你要哪一个 一定是柠檬爱玉啊 柠檬爱玉吗 柠檬是一定是最特别的 好 那一杯柠檬爱玉 那杯子小公大 中 中的就好了 对喔 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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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问我妈说 来奋起湖要吃什么 她跟我说 啊你一定要吃那个爱玉啊 啊我说什么爱玉 啊就那个爱玉啊 喔原来她讲的是爱玉 所以我今天来就特地一定要先找爱玉 酸酸甜甜的 我这一杯是单纯的柠檬爱玉 没有加三粉圆 这边也有加三粉圆的 你知道吗 全台湾爱玉哪里最出名 你知道吗 嗯 阿里山 它是有典故的 为什么 所以奋起湖 这里是属于主起 它其实就是阿里山三角的意思 嗯 阿里山喔 它还有分 海拔多少的爱玉 才是最纯正的爱玉 嗯 这是有 有历史源源的 喔 那爱玉喝起来 这里是爱玉 达高的爱玉又是不一样 我们在坊间喝到的很多爱玉 它会是那一种 很像是蒟蒻的口感 其实它这个 其实真的爱玉 不会是蒟蒻的那一种 它的爱玉的口感很好 嗯 然后它的柠檬也很棒 柠檬是画龙点睛 但是黑糖也不能少 它这个有加黑糖 所以三个搭配起来还蛮好喝 生津解渴不错喔 这个是奔起湖豆干堡 它有加肉松喔 好特别喔 第一次看到豆干里面加的是肉松 还有葱 然后跟咸菜 很香耶 我现在这样子 那个卤味的味道一直飘过来 小小的一个 45块 还不错 我第一次吃到搭肉松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之前日月谭那个是搭咸菜 很多很多的咸菜 那这个搭肉松 那我觉得 搭肉松口感会有一点偏干 会口渴 对会比较干一点点 我觉得它加酸菜还是比较搭 它上面是咸菜 也不是酸菜是咸菜 那上面是肉松 但是这个要 最好建议买一杯果汁配 这个肉松上面会有点口渴 但整体还是蛮好吃的 肉 豆干配咸菜 本来就是绝配的东西 好 下一张 哇 吃饱喝足 还没呢 我们还没吃便当呢 哇 我觉得好过瘾喔 每次逛老街就是这样吃吃喝喝 老街就是吃吃喝喝啊 然后看它有什么特色的美食 其实这里就是 你不觉得它就是南部的酒粪吗 有那个味道 跟酒粪有点像 好热闹喔 这间店叫混蛋 皮蛋包什么 包咸蛋 好酷喔 我没有看过耶 皮蛋包咸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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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包啊 就这样包喔 剥开就可以吃喔 就是这样包喔 看起来没有 你很淡淡 哇 我想说怎么可能 它怎么可能包 咸蛋液下去浸泡四个工序 最后要蒸两个多小时 才可以完成这颗蛋 那这个是就跟皮蛋一样的用法吗 对啊 直接吃蛋零食都可以 不用加酱油糕了 吃炭 剥开就可以吃 里面真的是咸蛋的味道 好酷喔 谢谢 好特别 我第一次吃到这个味道 这个粉球很有名的啊 我们卖快二十年了 比送长辈也很好啊 好特别的味道 做料理 炒苦瓜 皮蛋 豆腐都可以用整个蛋 火车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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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所谓火车饼 这个里面是包什么 有包馅的 有 它是不是像那种 传统的那种饼 传统的是这个 对 这是改良过的 主要饼皮是用蜂蜜去做的 所以比较不会那么甜 比较好吃 早期是这种的 对 更大 现在是这种的 现在做这种 还有做更小的 我们现在在奋起湖大饭店 吃奋起湖便当 来奋起湖一定要试试它的铁路便当 你看我们这边内用的 它是用铁盒装的 我今天点的是猪排 它说一头猪只做16克的铁路便当 就跟当时王品的那个一样 一头脑只做6克 还蛮有趣的 好复古 好复古 但是它一个160块 有点贵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有多少的菜 是不是值得呢 哇 这个不好开诶 有点 好咯 看一下 很复古的菜色 一块 它说是猪排 我觉得它像是排骨 然后菜色不多 就是只有高丽菜 然后这个是 这个叫什么 豆枣吗 然后等准干 就这三样而已 然后内用啊 它汤 它会给你一个这样子的盒子 自己装汤这样 我是觉得菜色并不是很丰富 以一个160块的便当来说 但是来份起苦了 我们就试试看咯 它其实这个就是排骨耶 先吃排骨 先吃排骨就知道东西怎么样 对 先吃排骨 东西好不好吃肉就知道 对 哇 排骨 好大 蛮大块的 它上面写厚切的排骨 对 你看它的厚度 其实还是有一点分量的 我现在这样夹着手还蛮酸的 来吃吃看 有入味吗 有 那应该不错 它不错 它不错 卤的还不错 它有一点 有一点点甜甜的 甜鲜甜鲜的 试一下它的饭 饭怎么样 甜鲜的 这块猪排其实还蛮好吃的 试一下它的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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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当好不好 饭吃一下一下 饭都知道 饭我觉得普通 普通喔 就普通的排骨饭 所以它是吃一个情怀 情怀 对 因为你看它的饭 它其实饭的份量并不是很多 它盒子这么深 然后饭大概薄薄的一层 然后里面就是有这个笋干 这就比较普通的菜 不过它这个便当盒 讲真的 我刚才这样一路上拿过来 它蛮干净的 对它外面都没有油油的 不会油腻 对 这个很难得 有时候我们在外面买个便当盒 紙盒 它都很油腻 它这个都很干净 其实这点 我觉得还是值得一块的 还算可以 然后因为主要是它有内用的环境 而且它内用的环境还蛮舒适的 是在这种檜木桌上 然后它的这块肉是真的好吃 只是说其他的配菜 我会觉得比较显得单薄一点点 我觉得来奋起湖还是可以值得一试 还是可以试试看 因为这间它是奋起湖里面 算是比较大家的 最久的 对 然后也是一入口就可以看得到它 它环境也蛮好 它就在Seven的楼下而已 我刚刚又去买的这杯叫做树番茄汁 树番茄是奋起湖这边我才有看到的果汁 其他地方我倒是还没有看到过 然后觉得它挺特别的 那喝起来味道也蛮好的很清爽 它的树番茄看起来不像是一般的那种番茄的样子 刚很可惜没有拍到树番茄 我再找一下图片 它喝起来还蛮清爽的 就是还蛮纯的一个果汁的味道 所以除了爱玉 我觉得这个树番茄汁来这边 我会建议大家也可以买来喝喝看 我们今天的梅山一日游结束了 我们今天跑了好多点 有去了韩西泥 然后去了乌里村茶坊 然后去看了花石西部道 最后来到奋起湖老街 自排成一日游 这样算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景点 我们今天早上七点出门 到现在刚好五点钟 然后玩了一整天 这样子下来很丰富 那梅山我们其实还没有拍完 我们的梅山之旅 其实太平老街 我们都还没有去过 希望我们下一次 可以把它拍成另外一支影片 那这集影片 我会把它拆成两集 因为资讯量还是蛮大的 那如果说看过我这一集奋起湖的朋友 记得要去看我像一集的韩西泥 那就今天的行程到这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你飞看世界 我们下次见啦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